新车也到底 老编辑带你看新车 大家好 我是大顶哥哥 喜欢迷你那种小车身三门对吧 又想带电的朋友吧 这条视频千万不要滑着 因为我们今天看了这个电动迷你酷本 绝对是你的菜 超好看 但具体来看的话 我们今天拍的这个应该算是一个全新电动迷你酷本 SE 然后赛车手版本 预售价应该属于偏顶配27万左右的那一款 然后整体来说电动的迷你和燃油的也有一定的这种不一样 不过你总在说看起来第一眼的话 还觉得这种电动的迷你真的是必要的这种经验 为什么它整体依然保留了这种比较娇小的这种生产 然后在一些细节的这种设计上呢 进行了这种电动化的这种优化的这种改变 比如说整个前脸的这种设计对吧 之前的这种隔山换成了这种封闭式的样式 当然有一个类似这种八角形的这个前面的这种隔山的这种造型 然后再搭配上这种圆灯的这种大灯的这种设计的话 一些迷你比较经典的地方也是得到这种保留的 所以说整体上前脸看起来的话依旧是特别的这种有辨识度 特别的这种小清新的感觉 然后另外小细节是什么 JCAW这种名文赛车手版本 所以说可以看到点缀的地方呢 也是突出了一点这种赛车手或者是这种性能车的这种感觉 就有一定的这种运动感在里面 当然在车头的话还有一些小小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之前燃油版的这种基盖对吧 要延伸到前面一点 然后但是电动化了之后对吧 它就直接可以往后面烧铐了一点 所以说看起来的话 使用起来其实要更加的这种方便了 然后这个灯的话其实还想再多提一嘴 就是这个圆灯的设计算是 这个迷你库本依然延续了一点这种迷你的这种基因在里面 因为现在很多都用上了这种矩阵式的这种灯的造型对吧 圆灯的这样式搭配上这个前脸 其实看起来还是比较的这种逼致的 然后侧面的话 刚才提到过依然保留到这种三门的这种设计 所以说看起来是很纯正的这种设计的这种血统在里面 当然在一些细节的这种设计上 也是基于电动车经营上一定能考虑 首先第一个点就是这轮拱这 燃油车的版本的话 它是一个独立的这种轮拱 而电动化了迷你之后 用上了这种一体式的这种车身的这种造型 然后这个门把手这也用上了这种半隐藏的这种门把手 当然这些都是基于风阻系数 对吧 降低风阻增加这个纯电续航的这种考虑在里面 然后在尺寸上的话 整个车长是没有超过3米9 然后轴距的话是2526毫米 所以说整个车身的这种尺寸 在城市代步 接送小朋友啊 或者这些是特别的方便 特别的有意思的 车位的设计的话 我更感觉啊 这个电动迷你扣板在整体很多同级别的小车里面 设计是比较的这种耐看的 首先是一个分体式的尾灯设计的是比较的有这个样式点 你看整体这种菱形的一个图案的这种点缀点亮的这种辨识度是挺高的 当然它没用贯穿式的话 你会感觉其实用分体式的这种样式要更加的好看一点 然后的话一些设计的这种点缀上的话 同样也是用上了这种JCW一些运动的这种操件 尾翼啊 然后下面的这种导流的这种设计啊 这些都是得到了保留的 所以说加上了之后 你会感觉整体的确战斗的这种氛围 战斗气息是很足的 进入车业的话 你会发现它的整体的设计的语言 是保留了这种燃油车的这种这套设计对吧 这种圆形三幅式的方向盘 然后这个圆盘的这个中屏 以及下面的一些按钮的这种布局 是基于这种燃油车的这种设计源的 但是那不一样的地方呢 就是整体上是变得更加的这种简洁 然后也更加的这种有科技感 就智能化了 当然这个屏的话 是一个直径240毫米的一个圆盘 然后整体上你看 这种显示的这种细腻度 或者显示的这种信息的丰富程度 还是比较了这种OK的 但是卡顿的这种情况 或者是这种反应的这种速度呢 还有很明显可以优化提升的地方 这个应该是比较好优化的 芯片系统这些一优化 整体的体验也可以进行一定的这种变化 当然这个方面呢还是比较关键 因为现在年轻消费者对吧 毕竟用这个中国屏比用手机 其实要更加的方便了一点 然后其他的话 刚才说过这里的这种布局是比较的这种简洁化了 这个相比于燃油的迷你库盘来说的话 我更感觉的确是要好看得多 就更加的清新不会辣木的这种障眼睛了 所以说整体上电动迷你库盘的类似设计 的确是有了一说是进步了不少的 当然在做工用料方面的话 刚才说过今天拍的这个呢 算是一个偏顶配的一个JCW 就是赛车手版本 所以说整体上你会看到 它的类似的这种战斗气息 或者要更多一点 它用的很多都是这种皮质 然后和这个布的这种材质进行一个拼接的 而且进行了一些红色的这种元素进行点缀 所以说你开起来 坐在这里面 开起来这个车的这种感觉的话 会比较了这种战斗化 然后的话 当然有的消费者还是比较关心 它的第二排的这种空间表现就是如何 我们还是实际的体验过了 在应急的情况下 其实坐两个朋友的话 还是能够胜任的 当然如果你要长途的这种旅行 坐两个的话 的确就相对的老火 但是买这个车的 肯定不是图这个第二排的这种空间的 然后在性能和续航上的话 它是有两个版本的这个动力 一个是这个 迷你COOPER E对吧 一个是这种SE 然后电机的话 一个是135千瓦 一个是160千瓦的这个追加功率 当然从电机的这种数值上来说 并不算太猛 不过的话 因为电机的这个输出性和爆发性是比较舒服的 所以说你开这个车在城里面的话 整体的这种加速体验呢 这个是绝对没问题的 另外就是续航方面的话 它是提供一个450公里左右的这个存电的续航 当然具体是多少呢 应该还是要以它最后上市的时候公布的这个为准 当然在一些大家从图片视频上看不到的地方 我们也给大家感受过了一下 首先是从关门声或者是后尾门的关门声来看的话 是特别的这种厚重有质感的 比较遗憾的是呢 就它尾门也是只支持手动的这种开关的 所以说上个电动的话 整体上关起来要更加的这种优雅一点 所以总的来说 如果你手持25个W左右的这种预算 想买一个纯正的这种电动迷你的这种感受的话 其实电动迷你Coopers的这个车型 的确是能让你眼前一亮的 就是来好好的体验一下 绝对是没的问题的